來看到11點鐘的盤面焦點 好 今天很多投資人都在問 為什麼台股感覺這麼弱呢 亞洲股市當中 紅通通的一片 只有台股加權指數和貴買指數 是翻黑的走勢 原本在上週五 跌破月線之後 今天預期會有反彈 但是是不是因為外資在上週五 在期限貨都是偏空操作的影響呢 所以在目前感覺有一點賣壓 永線加權指數由紅翻黑 包括了2454的聯發科 在今天失守月線 2317的鴻海股價呢 也是開高走低的表現 現在唯一撐盤的看的是 包括了在今天挑戰月線反壓的 是2330的台積電 還有股王大力光了 好 不過要來觀察 其實呢 今天最慘的 應該是貴買指數了 今天一口氣是灌破了月線 還有季線 重災區 今天壓盤的重心 是在PA族群8086的 洪捷科跌破月線 穩貌在今天呢 也是失守了季線 反而貴買指數當中 相對撐盤的 還是在半導體的設備股 3680的加登 今天股價呢 甚至還是創高的表現 另外呢 包括洪家軍 旗下6196的凡宣 今天也是出了大量 創下波段新高 怎麼觀察呢 稍後就為您請假 專家了 不過今天呢 包括了一些 這個族群相對的撐盤的 有這個包括了任天堂 Switch 傳出它的銷售很好 2337的旺宏 在10點鐘過後出現了 比較積極的追價力道 目前翻紅 漲幅超過了一個百分點 還有呢 是這個年底 交污入帳的高峰 銀建族群在今天竄出了 2520的冠德 目前漲幅超過了四個百分點 要不要擔心呢 因為台股翻黑了 貴买指數居然失守了季線 好 投資人現在到底是要怕怕的 還是真如這個外資小摩說的 拉回就是可以擇股來做多呢 基本上來講 我是這樣講好不好 那為什麼會跌破呢 月線 我沒這樣講嘛 跌破月線是不是台積電跌破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鴻海跌破 本來他們兩個都是挺在那裡嘛 所以他們跌破以後把這個月線壓迫下去 那壓迫下去的時候也讓外資在 其實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外資在台積電也賣了一萬多張 那其實鴻海只有賣900多張而已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跌破月線一直漲不上去 跌破月線也正常啊 那跌破月線下來再洗一遍才能上去嘛 這基本的架構上來講 那跌下來就換主流 其實換主流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嘛 不然你老是以前一直漲的 那我們現在我把這個盤我很快的 今天早上我早盤已經講 你今天看關盤的重點很簡單 很簡單來看 就第一個台積電能不能站回308 這個增回308就是月線嘛 對 就是第一個 那台積電最近還會比較強 因為它有這一個 它有要這個供應鏈的管理論壇 所以你看看那一些股票什麼 什麼這個環宣啊 小玄宣啊 加登啊都漲 對不對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聯華科了 聯華科這一次推出來這一個 天積1000以後呢 其實它會帶動它的供應鏈 大家以前都是這樣啦 大家緊描起心 都沒有在注意聯華科 那今天聯華科關鍵的是 它能不能再站回它的月線 聯華科的月線是417.5 就是觀察 三天內都沒有關係 你看它三天站回去就OK 然後領先跌的股票 領先止跌 叫做散熱 散熱今天有沒有領先止跌 有呢 所以這樣還是還不見得是一個壞事 那剩下一個股票再往下撞 叫做PA PA的股就讓它撞啊 撞到最後它不跌 那台股就不跌了 你大概基本的部分就是這樣 我把盤稍微講一下 好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重點是 啊我又不能等 那或是我有什麼股票要換 對 我就用這個真偽給我的資料 何老師其實喔 近期喔 可以看到有一些這個缺貨減產的概念 每天都在輪動 上個禮拜我們連線的這個時候 拉最兇的其實呢 是面板雙虎 為什麼喔 就是說呢 這個三巨頭傳出要減產了 所以呢 面板雙虎盈利多 今天有一些利多消息的是被動元件嘛 包括了電感廠 太陽右電沒有復工 MLCC船大掃貨 被動元件族群呢 也是在上個禮拜有創高的表現 不過今天輪動到什麼 輪動到的是石英元件 日本的大廠大真空 他呢 在公布財報 他釋出的消息是說 因為5G的訂單是突然的擴增 所以讓他們的供需緊繃 也讓這個大真空的股價呢 出現了一個暴漲的走勢 帶動了今天喔 台灣石英元件相關族群呢 也是強攻 對 帶動暴漲的一個走勢是這樣啊 那因為大真空的最大的 他是加高的最大股東 所以加高就奔了兩次漲停上去 但是這漲停的 關鍵的是 加高還會繼續漲 是沒有問題 那不只是這樣 你去看一下經濟也漲 我今天早上講的 就把整個族群都帶 台加速也創新年的高 然後包含 包含這個 這個828 8289的這個 疫態也創了新年高 這所有 所有石英元件就剩下一檔 還沒有創新年高 等一下就是我要來講 那我把這個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記不記得在2016年的時候呢 因為大家都要 那時候是市績 大家都在搶 升波力波器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高通跟TDK還合資了 還花30億 今年又把他原來49%要拿回來 他總共花了60億美金去顧 這個叫顧料 顧住這個料 也就是說你 你IC出去 你不配這個石英元件 那你不是缺貨了嗎 你光IC也沒有用 所以他必須要把石英元件 跟升波力波去捆在一起賣 捆在一起 這個供料嘛 就是變成大同盟的概念 就是像 蓮花科大同盟 然後台積電大同盟的概念嘛 加登就是 就是這個 加登跟 跟這個 我們看到環線就是 這個 這個大同盟的概念 就是 艾斯莫大同盟的概念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就從 那我就把石英元件 石英元件 因為五年都沒有擴產 五年 一二三四五 不是五個月 五年都沒有擴產 所以 那個 大監控一講以後 大家嚇呆了 嚇呆了是什麼 根本就缺貨 缺貨也沒有貨可以給你 那要怎麼辦呢 那就大家搶 就是現在 現在大家就顧料 就大家搶了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把基本面 早上我講很快帶過去 經濟 經濟 我們早上是四十點 你看經濟創限還高 你根本 他根本跟你想法都不一樣 這大隻的吧 這不是小隻的 然後加高漲停 然後液態 創高 台加速也創今年高 那現在剩下一個小 稀里花啦 沒有創今年高 那我就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 給他寫 中送探一下 雖然大家都是漲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西華 西華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台灣的所有的十英元件 或多或少的材料都會來自日本 或多或少 比如說我們看到8182的加高 它基本上來講 它是要靠這個大真空的計轉 還有訂單 那我們現在台灣唯一唯一唯一能上 中下游 也就上中下游 唯一能自己整合在一起的 只有一家 大家都不知道 金苗基辛就是西華 西華它可以從上游的 這個掌金若 然後一直到中游到下游 全部全部 它掌金若 上次在台南 他買了幾十座的掌金若 掌金若就是掌石英元件的 叫掌金若 那它就是上中下游 唯一 目前來講 在國內唯一能上中下游 整合的一家公司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表 它現在股價比加高還便宜 有對比加高便宜 然後加高賺0.99 它賺0.8 那如果它要去比台加速 我查這麼多 台加速前三季是虧錢的 然後西華是賺錢的 它現在股價還差 台加速差了七八塊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入股了 這個紐西蘭的一家 一家非常大的 這個石英元件的集團 叫瑞康 瑞康 瑞康 它這主要做的是什麼 航太衛星軍工 它不是為了做手機入股的 它是入股是為了做 航太衛星軍工 瑞康在中國 其實在航太產業上的 石英元件 其實是賣得相當好的 OK 那再來的部分 它又核資了 泰晶 公車用跟醫療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很簡單的 比幾個圖 給它看一下 你看加高的圖 打出來是不是創高 3042的經濟 是不是創高 然後再把3221的台加速打出來 都是創今年高 2484年 把它打出來 沒有 它前面還有個高點 在22.35 所以它現在算是有點 有點委屈 對它來講 這個位置是有點委屈 那有點委屈的時候 未來的部分 如果法人 這些股票都漲上去 你看如果經濟一直漲上去 它一定會拖著 經濟漲上去 會拖著誰漲 拖著這個8182漲 那8182再漲上去 它不是拖著 稀哩花啦就一直漲 稀哩花啦漲上去的時候 那台加速又是 跟這個聯華科結盟 所以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這個不是台加速 是西華 西華的部分 它因為它切入了 除了手機 除了航太 除了軍工 衛星之外 它還有車用跟醫療 所以它的產能 基本上來講是 你要走 左邊就左邊 右邊就右邊 它從上 中 下游 是唯一一檔 全數整合 我們一面講 經濟也 也不管你 經濟也一直衝 所以這個部分 你要去注意 經濟是 台灣第一大 第一大 台灣第一大 然後這個 西華是台灣 上中下游 唯一整合的一家廠 二十幾塊的股價 以後你會覺得它 比較便宜 可以注意一下 是